小伙伴们,咱们今天分享一道超级下饭菜 拌面拌饭都好吃 酱油泡辣椒圈 走吧,现在和我一起去做美食吧 准备一把二斤条 把它洗干净,然后切成辣椒圈 二斤条本来它的口感就是很辣的 所以可以选择选择的二斤条 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辣 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辣 把切好的辣椒圈放进干净,无水无油的碗中 然后腌制四分钟左右 放盐腌制可以让辣椒圈它的口感更加清脆 拌匀腌十分钟就可以了 拌匀时间我们来切一点蒜拌 算的多少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然后再切一点小米椒 红色的小米椒,红色的小米椒 增加它的颜色,让它的颜色更好看 四分钟过后我们用清水 把辣椒圈表面的盐本给它淘洗掉 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辣椒圈等会就不会咸 淹过之后的辣椒圈 它的颜色更加的好看 淹过之后把洗好的辣椒圈稍微晾干一下水分 热锅倒少许油 油五成热之后 然后加入清烤的辣椒圈 中火翻炒 把辣椒圈表面的水分炒 把辣椒圈表面的水分炒干 把辣椒圈表面的水分炒干 然后在每一个辣椒圈上面都沾上油 大概2分钟左右 辣椒也已经炖身了 这样的辣椒吃起来更加健康 更加健康 如果火比较大 炒的时间就要缩短 炒的时间就要缩短 然后放入蒜拌和小米椒 然后放入蒜拌和小米椒 一起翻炒10多秒就可以出锅了 一起翻炒10多秒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时候不用放盐和其他的调味料 炒出了蒜拌的香 炒好之后 准备一个干净 无油无水的碗 把没过辣椒2分的味级鲜 一定要用味级鲜做出来的味道更好哦 泡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了 用盐盐过的辣椒炒过之后 用盐盐过的辣椒炒过之后 不会像口感辣椒那样明软的 不会像 平常的辣椒辣椒绵缓 放入冰箱 如果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用保存 密封好放入冰箱 一般保存 三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喜欢家常美食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哦